運氣可以用多久 連續四顆壞球 這是江紹興在這場比賽 第三個40球 前面幾場比賽 四壞球的保重其實慢慢有控制下來 但今天兩局還沒投完 已經投了三個40球 球數 帶到左半邊仿向的安打 今天我們看到了張震宇 在不斷的糾纏之下 他還是有辦法敲出安打 雖然有一點點受到的擠壓 但球棒的機場面剛好有點朝著 這種三油之間能夠穿出去 不簡單 所以我其實看球看得很仔細 這樣位置也高啦 差不多在腰帶的高度 當時打的是李子強 變化球順手一撈 天哥在德蕾圈的打擊率真的很高 好 不過來看一下又完野手 余森旭很快的回傳 現在又是滿壘 連續兩個半局 衛泉龍隊都有滿壘的進攻機會 因為是平飛球 所以壘包上的跑者等球確定穿過之後 其實才敢往下面跑 這個球 真的是跟得很好 完全是被天哥給帶到了右半邊 就有點用單手喔 因為重心已經掉往前 你在雙手去攻擊的話 那一顆球會受手腕的影響 因為會有一點點形成滾地球 滾地球 滾地球又要來看一下 泛國城之後 他知道 可能在本壘沒有機會了 趕快傳向給補衛 一壘的二壘手王正堂 不過這一分呢 還是讓衛泉龍隊的要了回來 腹八岸將壘分的領先 並沒有維持太久 雙方現在重回原點 最多的事 那 從 我 我 我 跟你 我 我 我